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老板还没有给我指示钱 我没有办法让你把钱拿走 我没有啦 我看一下而已 你要看OK 那老板有交代说 是指教我可以拿给你看这样 这是诈骗集团成员 正式开工前录的模拟影片 直接两个人演得有模有样 把等等要去诈骗 可能会碰到的状况 全都演练一遍 这集团不只在台湾骗 一路骗到韩国去 这些韩元都是假钞 原来嫌犯用比较高的汇率 当作噱头 吸引一些要用地下汇兑的人上钩 说法约在银行前面交易 确认对方有带钱后 嫌犯假装要去银行里面 VIP柜台领钱 实际上却是跟同伙拿假钞 交给被害人 且利用被害人 恐应设银行法 洗钱防治法去追溯 而不愿意出面报案是恐惧 于躲藏期间 人持续诈骗 嫌犯不只用地下汇兑骗钱 也用一样的手法 假装要买劳力士 但给的都是假钞 让这个集团靠着这样的手法 骗了超过2500万 幸好有被害人不甘心 跨国报案 才让警方把他们省之以法 参加喜欢梦寡高厢台报道